請運端木的貨車一輛接一輛進場 看到沒這數目都堆得跟山一樣高了 統計到了今天中午5號的中午 載運這一些端木到苗圃場來 存放的這些車次就有200輛的車次 4號當天司機可是連續12小時沒下車 中午晚上全在車上吃便當 連續就整個半夜 昨天也是到好像那一層3 4點 其實他們也很辛苦 工作人員忙翻這強風吹倒露宿 不僅砸破球場旁的遮光照 也把店家的大型看板砸歪了 好不容易才把樹木鋸開拆下招牌 師傅說如果是四霞樹木 因為颱風傾倒 壓損建物民宅 或是店家的招牌 將專案補助一萬元 不論是樹壓倒房子 導致家中青鋼架掉落變形 還是招牌被露宿擊中 民眾都認為這補助款實在不夠用 除了房屋迴損不堪居住可補助之外 低收集中低收入 房屋迴損達四分之一 每戶補助一萬五千元 房屋淹水達五十公分 每戶救助金一萬五千元 未達五十公分則五千塊 至於泡水車的未住金 汽車及大型重機最高兩萬 一般機車最高兩千 從七號起到十一月六號為止 民眾可以減負證明提出申請 2VBS新聞 方志成 許立凡 洪才倫 高雄報導 民眾會在四個月下